你 咋了 哎这喷嚏很颜门啊 这喷嚏很颜门 他这个空调的风对着我的头去 乖乖 他老婆他没那么酷呢 过来 满肉 好 别门了 走开 坏人 然后哈生我去了 我跟你讲 好看的人心情总是时好时坏 哈哈哈哈 真是聊天 这儿的人 你学去吧 哈哈哈哈 那我就问你个问题 他心情一直都是好的 什么 因为他已经完美无瑕了 哈哈哈 需要再担心了 这个彩虹屁 有水瓶 飞猫不 走开 昨天晚上我真的困得要死 他问我问题问了一个小时 一点没夸张 我说没有 有问题 断完必须睡觉 老哥 我就问你你觉得我跟冬慧桥差在哪里 我说没有差别 因为她是我最喜欢的女明星 真的好不回答 看到没有 你是我老婆 她不是 天呐露露 我就是想听到这个答案 露露 真的你知道她就回答说 你有气质 你比她更多 我说怎么可能 你说这种违心话 你就是在什么 我看得多什么 而且她回答我是这样子的 我这样问她她这样 她看着体育新闻 真美真气质真漂亮 好了吗 我太累了 你跟我在一起很辛苦吗 她说了我压了脸 我的不快乐 主要70%是来源于 就像我做错个事 你就要埋怨半天 你做错个事 我埋怨你 你得埋怨我半天 最终怎么都是你埋怨我半天 我就觉得你有的时候 得稍微稍微地控制一下自己情绪 我只会拿小针扎你 你是拿刀投摸 可是我从来不会有很差的态度对你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弱者的角色 你真的我拜托找一个中间人来作证吧 不聊了 不聊了 我们俩真的无法沟通跟聊天 就别进行这一步了 没事 简直是浪费生命 我还不如听首歌真的 那你不生气了好吗 我没有生你气 我对于我们俩的这段沟通 我们俩的每次沟通 只是有一种无奈跟惋惜 我有一个小建议 应该多夸夸你老公 我跟你说我上次夸了他 我说老公你好棒 这个你今天都会 他说 你展开来说很真诚地夸 我那天很真诚 他说你今天是吃错药了吗 就大概是 你怎么会夸我 因为他从来没夸夸夸 他吓到了你知道吗 他就 然后也不觉得我夸他是种赞 你拍一拍他 他只能高兴一个月 老公你哭了吗 你怎么会哭了 你真哭了 你真哭了 哭了 我第一次看到男生哭 是巴达巴达掉眼泪 就是感情当中我偶尔也想获得的一些东西 我没有获得到的时候 会有一些失落 老婆 牛仔那个我好像没带 哎呀那不带呢 被你气死了 简直 那我一个人去买什么情况 你真的也不认识 话也说不明白 那你又说我说不明白 你又不能为了我去陪我去买 那我只能一个人去喽 除夕的小腿 都是细了 是没有了 你真的也不认识 哎呀那人家自律嘛 每天锻炼身体上 就算是另一个事 那你意思我不自律 所以我胖吗 胖吗 不胖吗 老公你拍错了 丑到我觉得人生绝迹的丑 求求你不要浪费我的表情 真的 我是怎么想我就一定要说 不然我憋死了 我真不行 在别人看来有可能是打击他 但是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会通过一些行动的方式 去对他好 我不喜欢说甜甜的话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对 老胡 老胡 杨阳平时再不赞美你 但是她嫁给你了 她把这一辈子都托付给你了 老胡又帅了 又帅了 还捋头吗 主要是男人比较懂男人 我觉得谁说她 可能她都不会在意 她想要得到你的认可 因为她是你是她最在意的人 又来了 你看又说中了 我很认可你啊 老胡 不了解 所以你嫁给了她 我觉得是不是跟我在一起 实在是太压抑了 然后她不能凶我不能骂我 所以她就是憋着 然后就是想哭 小孩儿嘛 对 但是这一直都是这样子 对 她这个 怎么讲就是 年纪还小 所以就很正常 你们俩的这个甜蜜 还有你们俩的这个相爱 我们都已经感受到这个狗粮 天天在撒 这就是他们俩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日常 床头打架床尾河 这不是婚姻的常态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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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做个园也是更好的 没有 我老公也不爱哭 老公是有的时候实在是 美女的 因为我平时没有地方去表达 谢谢情绪 我也很棒 我也不能发脾气啥子 对 谢谢 对 对 谢谢 别急 我 那 我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